這部電梯也壞, 那部電梯也壞 連社區中心的電梯也壞了 究竟在哪裡?究竟搞什麼? 壞了一個月, 兩部電梯也不能上 基本上每天都僅有幾部壞 看看哪幾部 早上上班時會比較低一點 可能跌著低層的等電梯 可能等幾部都還沒下樓 總之喜歡壞這部, 喜歡壞這部 試過有一次, 有部電梯高了一點 他便停了它, 部部層層都有, 坐左右 我們住了三十多年 真的轉了電梯公司才是這樣 我們都不知道, 以前也不是壞得那麼厲害 我們收到的報料 說屯門梁景村經常有壞電梯 而且整理也整理不好 很多居民出入都不方便 尤其是住在高樓層的老人家和小朋友 鍾小姐住在梁景村已經三十多年 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每天都要接送他們上學放學 電梯整天壞, 令他們出入都很麻煩 他說一切都因為四月頭 屋邨換了電梯管理公司 由四月一日開始, 換了那些承板樁之後 全條村很多部電梯都壞了 很影響我們上學、上班、上學 而且它的高低, 北平很厲害 我差點都咬柴 很害怕我家人或者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看不到, 就會跌倒 鍾小姐說 這個問題不只發生在她住的座 而是全村每一座都有問題 我們亦都在社交媒體見到 有不少村民貼文投訴 連社區中山的升降機都壞了 怨勝在道 全條村都是, 有六部升降機 最低限度都封你三部 有時可能挨招就封兩部 之後就開一部, 只剩下一部升降機 我們去過找物業管理公司 負責人羅先生說 他們已經跟電梯管理公司 業主立旺發團、房屋處、機電署等等 有關部門開過幾次會 機電署亦都已經派到屋邨進行檢查 基建沒問題, 不過電梯已經老化 導致經常需要維修 物業管理公司發過警告信 給電梯管理公司 他們亦都承諾會於19日前 全面改善維修服務 快點整完升降機 大家平平安安 因為始終我都不想 家人有事 亦都不想全條村的居民有事